他一冰花 其露光阴 传扬耶稣 救赎他 欢迎雪伦师母 欢迎索恩牧师 你们能够又一次在平台上和凯传在这里聊天 其实要讲一讲你们的这种侍奉的路程 真的挺不容易的 一步一步走过来 然后看到你们都能够这么耐心的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这件事 就是我们可以把神的恩典一个都不忘记 这样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在我们艰难的时候 没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看神怎么样的一步步带领我们 在这个旷野路上怎么样一步步走来 那知道你们从卡加利啊 后来又来到温格华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才可以得以相识 甚至可以请你们来分享 那特别想知道就是温格华这么好的一块地方啊 说实在对华人非常好 那特别是我们出国了都感觉没有出国一样 我们可以吃你想要吃的任何东西 这个华人的各种的调料 这种应有尽有可以这样讲 那你们作为一个就是真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卫这样的一种这种生活习惯 到了这儿不是蛮好的吗 为什么不留下来好好的扎根 然后在这里好好的传福音 又要去这个开辟你们新的征途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很希望你们来讲一讲给我们大家听的 那从中也可以看到 这真的是神的带领 而不是你们自己啊 关于温格华 我们在当初寻求神的带领 在卡加利这个侍奉阶段结束后 下一个侍奉工厂在哪里 我跟我先生有做一段蛮长时间的寻求 在这个中间也不能浪费时间吧 也能够有进修的机会就要把握 所以后来我先生就有看到一个进修机会 他就去 这个我待会他讲 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 之前我有提过 能不动就不动 能不搬家就不搬家 所以去温格华很喜欢啦 对不对 我们在温格华一开始 节式的机缘 就是我们去温格华上课 夫妻恩爱营 我们在那边上第二阶段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的夫妻恩爱营 其实也是温格华的夫妇 跑去卡加利给我们上课 所以我们在温格华 还没去之前就已经有认识 台湾的夫妇在那里 所以我们去一方面也是找他们 拜访他们的一方面也是上课进修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会 也会问 神是不是让我们要 意思是这个带领是不是让我们来温格华 我记得我第一次第二次 拜访温格华的期间 就哇 很强烈的带领 就是神的同在超级明显 一天一天的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我们记住的家庭很惊喜 就是哇 这个牧师是我们神的同在这么明显 那我就觉得 是不是 然后我也在温格华 神呼召我在温格华也得到印证 神就派我完全不认识的弟兄 来到我面前告诉我说神怎么呼召我 那我就觉得 自己有很强烈的感觉 的预感 然后也派人来告诉我说 神 在温格华对你们有心意 你们会来温格华是否 不是我自己这样的感觉 神也派人来告诉我 心里当然就不愿意了 我觉得这地方好 是蛮好啊 旅游蛮好啊 过生活或是幕会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成本太高 第二个幕会是挺挑战的 真的挑战挺大 所以我心里就 说实话有一些不愿意 那就被神管教 那这个被管教 那我想问一下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 在温格华的这个牧养 挑战反而是很大呢 因为都是说国语嘛 而且大家都是同胞 怎么会觉得会挑战大呢 不是因为语言问题吗 还是什么 不是语言问题 是我觉得简单讲 第一个我先生他有神学院同学 在温格华当地侍奉 那我们也按照我们的习惯 去到温格华 我们就找当地的牧者 跟他们交流学习 他们的苦衷 我们就很明白嘛 那我觉得温格华就跟美国的加州一样 他是比较左派 他是比较 Liberal 他是比较 这个同性恋 什么东西 这很多 其实在鼠林的这个征战上 实际是很大的 你跟中西部 那么平原地区 这个淳朴不一样 而且他的世俗 他的这个 这个Materialism 就是他怎么讲 就是物质吸引 非常高 物质吸引 对 对 那去到外面的人 很多人都是过的生活很不错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不靠我爱情呢 很有趣 不靠他靠神呢 对不对 那你那些人没有渴求嘛 他的生活他已经挺满意的 他没求什么 他也很难 所以他就 我觉得这样的人 你要遇见神 特别难 对不对 耶稣也说这个 妇人要进天国 就像骆驼进真言一样难 对不对 是真的 这样的人其实你要让 要牧养他们特别难 所以我是一个失误的立场 就觉得说 哇妈呀 这个养群有分 这个 就觉得这个挑战数是很大 好我不用去我就知道 明白了 对 明白明白 对 所以我心里有不愿意 那神知道神就管教我 就透过温哥华的当地的巴士 他这个连结在这边 是有兴趣的去看一下 好那 但是但是那个时候 哎已经知道 而且 已经就想主了 说主啊 如果你真的要带我来温哥华 我不愿意也得愿意啊 啊那接下来 哎 有 居然在温哥华就有面试机会 主动来的哈 那时候就只好啊 顺服 这个部分来 让宋文讲啊 就是怎么样连结到 刚才师母已经讲了 说他自己其实呢 虽然温哥华是个好地方 但是作为牧者来讲啊 并不那么容易 看上去大家都很好 啊 但是生活太好了 以至于大家根本就不想追求信仰啊 所以传福音是很困难的 这个是真实的一个现状 那当时您怎么想呢 那神反正带你们做宣教的这个事工 反正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阳好带难带 你们还都要带嘛 对不对 那你是怎么来看 来到温哥华这一段的路程 首先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去温哥华这个侍奉 我们想会当初就像学人讲 只是因为那边有一个宣教的课程 中文叫做这个把握时机 那英文就叫Kairos 我知道这个是个宣教课程 然后我就想去一些 因为那时候我时间比较余裕 有空闲 我可以就是去那边上这个课程 然后顺便也去拜访我刚刚讲的一些的 我都落神学院的学弟啊 在那边募会 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嘉兴的夫妇嘛 那就刚刚一举数得 我们就就这样出发了 那在这个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那我也就去了 我的升学院学弟的在当地募会的教会 他就说既然你来了就不要浪费 来我们就讲一堂道吧 那我就去讲道啦 那讲完道以后后来他就知道说 他也知道我说我现在正在寻求工厂 他就后来就有跟我提说 欸有没有兴趣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当地教会国语堂 发展的非常迅速 那有需要你要不要一起来来这边侍奉啊 我说我们可以祷告看看 我说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那他就说我就回去也打完看看 然后学人那时候他也回去分享说 他本来是这个敌死不愿意去温哥华 还讲过为什么 那这些不是我的理由 我觉得只要上帝带领 那会有挑战 那的确我的同学 我的学弟也跟我说他就他自己很明白跟我说 他说他觉得在温哥华募会 必须这个夫妻都有双心 他说只要靠牧师一份薪水是没有办法养家的 这是他跟我讲 我说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在卡尔加利 学院可以不用工作 我的薪水是可以足够我们生活的 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但是过日子绝对没有问题 那如果我要求大富大贵 我就早就去做工程师 我就不会去来做牧师 这不是我的追求 所以这也不是我的很感受 所以我只想听到他讲了其他这个事情 那我说我不是担心这个 如果上帝真的要我来 我想上帝会让我们起码活得下去 那我就没有 这方面我没有特别的去考量 我只要觉得确定是上帝带领 那后来就是回去 就上完课程我就回去 那几个月后他就再次问我说 他也没有兴趣再来温哥华那边面试 他说这样 那我说如果你觉得真的我们的 因为同一个神学院毕业嘛 我们的牧养的一些理念啊 神学立场都是蛮一致的 也比较就认识 也不需要重新培养什么感情啊 心愿啊就是试试看上帝的带领什么的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去过那个教会 我去过那个教会也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 也是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教会 那我就愿意去试试看 但是后来interview没有过 那我想这个我这边不细谈 但是就很显然的上帝没有开这个门 那我就愿意就也就没有在想这心思再放在这上面 就是那就是寻找 就去等候跟仰望神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 所以我对国康华没有特别的 在末上没有特别的喜好 没有那么preference 我觉得只要上帝是很明确的开路带领我们 那我就是凭着信心去往前走 那如果上帝没有开门 那我也不要一脑袋砖肩的硬是要去温哥华 因为那边觉得什么都好的话 那我也不必要 因为罗上帝他有他的带领 他有他的安排 温哥华的确有很多的华人群体 也是很广大的一个这样的福音的工厂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罗上帝没有要我做 我想我也不需要越俗带保的帮上帝决定 我就一定要去那里 所以后来既然上帝没有开圣门 就没有往那边去 这样想这是我觉得上帝一定 我就相信上帝他的安排 他的道路一定是超过了小奶袋 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顺服上帝的这样的带领 那真的是通过师母和牧师 你们两个人的见证可以看出来 宣教士的生活 其实真的不是凭着个人的喜好 不是说哎呀我喜欢留下 然后那个丈夫说我喜欢走 然后就决定了你们去哪个工厂 也不是说凭着朋友们他们多么开心 你们留下呀或者是说让你们和我们一起来工作呀 我们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可以继续我们的友谊 这一切也不是成为一个宣教士的理由 更同样的更不是什么金钱或者是一些物质生活的优势 能够吸引到宣教士他们停下自己的脚步留在一个地方 真的是通过这一件事就看到刚才宣恩牧师讲的 就是完全是神的心意 如果神开这扇门那一定是我们就留在这 如果神开上这扇门我们就顺服 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都会走 这个就好像那个保罗的那种传教 他们真的是感受到圣灵不允许 不管我觉得有多好我都不能够留在这 那我就要按照圣灵的感动去走 那谢谢刚才二位真的是用你们的实际的这种生活经历 特别真实的来跟我们讲一个宣教士 如何的是来听神的护照 如何来听神怎么样让你们去到哪个城市 怎么样留下或怎么样离开 真的谢谢你们分享的这个小故事 非常精彩 讲这个印证 当时候我自己强烈的感觉到神告诉我说我们会在温哥华事奉 那也有弟兄来跟我们印证说我们会在温哥华事奉 最后温哥华的门没开 反而美国中部开了 我们最后去到中部 这个过程让我疑惑了很久 我觉得不明白啊 我说主啊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很理解我确定神对我讲的话我是听得到的 而且我也确定这真的是出于神 可是为什么结果不是这样 我就给我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甚至写了一篇文章 来分享我个祷告同伴我的周围的朋友 就说怎么回事 我也不明白 但我就心里想说 曾经就想说神的时间 我也许我还看不明白 我在我再看看 在放着再看看 结果这个答案 在我们来到美国中部之后 反而来两年三年四年以后 慢慢的揭露 原来神真的不是按照我 不是我听错 不是我搞错 神真的要跟我们带领去温哥华 在温哥华是真的有心意的 这个部分就跟我们的宣教事工 我们的短宣队有关系